因為程式這種東西 真的還是需要一點點時間 但是我做的任何動作 都是跟你們平常做的動作是完全match的 只是說我把它放在回圈裡面而已 當然你如果不放在回圈裡面的話 你變成你要多寫三段程式 也可以啦 只是你那個程式就看得其實 當然就不夠精簡了 也不夠專業了 所以跨到VBA領域裡面 可能同學最有障礙應該就是那個回圈的 回圈雖然沒什麼 但是他就是人重複做事情會很累 但是電腦你叫他做一千萬次 他都不會嫌累 而且不會拒絕你 而且速度非常快 人腦你做個十次已經快要不行了 你叫他做一千萬次 一定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這個是人跟電腦的差異 那當然我們要處理大數據的話 你不懂的這些方法 你怎麼去處理 而且你的效率一定不夠快 那大數據的格式非常多 而且什麼的可能性都有 那你要怎麼快速的把一個東西處理完畢 我想用這個方法應該是最簡便的 那我再把重點 最後重點再提示一下 1就是這個區塊 確定游標先停在這個 1的那個A2 再跑個回圈 回圈的部分就是這裡到這裡 我主要是只有改 中間這個地方還是原來的 有沒有 我只是起了個回圈 回圈是for I 等於第一個工作表 到第三個工作表 所以要減1嘛 總數減1 NAS 然後他 游標先停在第幾個 第一個 然後做複製貼上 向下 再向下一列 再回來 換第二個 第二個呢 再切到第二個對不對 一樣做 游標放在他的A2 然後一樣複製 然後再來Copy 不過可能會有一個地方 可能會 我看 這邊好像切過來 這個也應該沒問題 然後A2貼上 不過這個地方A2貼上 可能會有問題 這兩行 這裡的話 A2這個地方 可能要這一行 要把它刪掉 不然你沒有刪掉的話 它會變成說 永遠都貼在A2了 OK好 所以最後的話 這一行 把這一行再刪掉一下 好 那你如果不想刪掉 就把它註解掉 加一個單引號 最後做完之後的話 那如果你沒有把握的話 你記得可以設中斷點 或者是說你可以按F8慢慢再出錯 那我們來試一下 我把舊的這個 先刪掉一下 假設這裡面沒有東西了 好 那我們就來開始 你也不用急 因為有些同學可能 急著要馬上執行 那一下就錯了 為什麼 一定沒有辦法一下就錯了 完美 所以怎麼辦 設中斷點停在這裡 好 它就停在這裡了 然後呢 接下來 它游標也放在 第一個工作 第一起的A2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F8 中斷點配合F8 那你可以游標再放在這個蓄子 誒 就是你如果比較不清楚 你游標放上去 它都會告訴你答案 蓄子點抗等於4嘛 減1的話就是3 第一個到第三個 那你這個時候的話呢 i等於1嘛 然後呢 點slash這一行 F8 你會發現執行過 它會切到哪裡呢 切到1月了 有沒有 切到1月之後的話呢 再來它做什麼 游標放在A2 Ctrl Shift向右向下 Copy 切到第一季 貼上 然後Ctrl向下 然後 下一列 有沒有 Next 然後再換2月 有沒有2月了對不對 現在已經 游標停在2月了嘛對不對 然後A2 Ctrl Shift向下 Copy 第一季 貼上 有沒有 然後在Ctrl向下 Offset Next 3月了有沒有 因為I等於3嘛對不對 貼到3月了 沒錯吧 然後A2一樣嘛 這個Ctrl向右向下 貼到第一季 貼上 尤標向下 尤標向下 Obset 然後 Next Next就沒有了嘛 因為I等於1到3嘛 所以 離開了 結束 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吧 所以這樣做完之後的話 記得 最後呢 把這個 4的部分要刪掉 因為如果你不刪掉 它會變成一直貼 都貼在第二 有沒有 A2那就不對了 所以這個可以刪掉 做完的話 實際上就是 我們 雲端上看到這個 這段程式碼 我印象中 應該也有放上去 你們找找看 在程式碼裡面應該有 好 那這裡的話 OK 試試看 畫面畫面 各位